第六百四十五集 宋卿城证了一下 会不会是 纪正廷已经知道 自己其实是想问他身体的事情了 不过这样反倒是更好 他也不用纠结了 我 你 你身体没事吧 纪正廷谋色微眯 眼底迸射着一道危险的暗芒 敢在这种情况下 问他身体的问题 小女人这是在变相地邀请他吗 宋卿城被他眼底那道光芒倾倒了 立马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不 是问的方式有点问题 脸盲解释说 那个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问你一下 你身体 是不是不太好 好不好 只有事实才知道 男人暗雅的声音 像展开捕猎的雄狮般 透着危险性 宋卿城意识到不好 立马要逃 然而 他的动作在纪正廷面前 永远都是慢半拍 嘴唇被堵住 宋卿城想要推开他 但男人的大手 先一步插进了他柔软的发丝里 压住他的后脑勺 不但没有让他逃开 反而更深更重地吻了过来 对于他的强势 宋卿城任何时候都招架不住 挣扎了一番之后 彻底妥协了 只觉得身体里的某种情愫 被他缠绵又狂热地滚 一点一点勾了出来 那种感觉 又陌生 又熟悉 就好像一种上了瘾的东西 明知道不对 明知道不该 可是 又像是生陷在沼泽里 不能自拔 内心甚至有一种磨念在作祟 让他觉得 还想要更多 抓住最后一丝理智 宋卿城抓住他的大手 季正廷 你别这样 我 我真的有事要问你 季正廷 其实没想在这个时候要他 可是他的美丽 他的柔软 能把他弄疯了 季正廷 就像是没听到他说话一样 翻身覆上 男人的吻再次压下来的时候 宋卿城知道 自己逃不过他 永远都逃不过 两个人都太久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很容易动情 季正廷一上来 就像是忍无可忍一样 凶猛又强势 宋卿城更加敏感 被他稍微用力快一点 就直接意乱情迷地飘了起来 这种感觉 不知道来来回回多少次 宋卿城只觉得 自己一直踩在云端上 时而被抛起 时而被抛下 又感觉好像被烧起来似的 大脑一片浑浑噩噩 完全忘记了自我 只有酣畅和愉悦 当季正廷真的停下来后 宋卿城只剩下娇软的喘息 而男人则是酣畅淋漓后的疏爽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等待中 季正廷终于又找回 曾经那种浑然忘我的畅快 他的小孩 他的小女人 还是那么香甜可口 还是那么美丽迷人 宋卿城此刻 已经在心底懊恼 季正廷刚才那个疯狂的叫 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身体不好的人 他反而觉得 季正廷的身体好得很 比以前还要好 以前一小时左右差不多了 现在倒好 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以上 要不是自己求他停下来 他可能会持续两个小时 甚至 宋卿城简直不敢想下去 最最最难堪的是 他们居然又这样 不清不楚地纠缠到一起了 宋卿城又是懊恼 又是窥探 你下去啊 我有事情要问你 缓解了一会儿之后 宋卿城找回了一丝力气 手压在他肩上推了推 宋卿城知道 自己现在这点力气 踩死蚂蚁还差不多 推开他 绝对不可能 季正廷就像没听到他的话一样 长指将他被汗浸湿的发丝 从脸颊上剥开 轻柔的动作 像是呵护自己的西式珍宝一样 透着温情和宠爱 有没有人 像我刚才那样对你过 许是因为情欲过后 季正廷的声音沙哑 带着浓浓的男性荷尔蒙 又夹杂着性感的味道 因为他的话 整个房间的气氛 又陷入了暧昧中 宋卿城脸红的低线 娇撑他 季正廷 你流氓 回答 有还是没有 宋卿城看他一眼 他那样子 似乎是今天得不到答案 就不罢休了似的 宋卿城嘟囔着说道 只有你这样的流氓 才会对我做那种事 所以 就只有我要过你 季正廷 满意地笑了 宋卿城 别开通红的脸 不看他 这人 明明就是故意的 季正廷压过去 从他的眼眸 一直吻下来 落在他的耳边 低难着 这些年 有没有像刚刚那样 想过我 宋卿城的身体 轻颤了一下 脸上连着身体 就差有喷出火来了 意识 完全乱成了一团 索性就继续不理他 有没有 季正廷 却不轻易把握 继续索要答案 真是败给这个 没凶没臭的男人了 宋卿城 羞得都要哭了 咬咬唇 豁出去了 没有 没有没有 可我有想过 自从你走那天起 我就每日每夜地想着 要把你像刚才那样 压在身下 狠狠地要个不停 要到你喜欢 要到你舒服 要到你求饶 要到 别说了 你不准再说 宋卿城捂住他的嘴 不让他说了 再说下去 他可能没法正常思考了 这么羞耻的话 纪正廷居然能说得 脸不红气不喘 实在是太过分了 好 不说 我们直接做 做 纪正廷都还没有退出来 便已经又开始 张狂地叫气起来 而且很强烈 然后 无数个日日夜夜 又且是一次两次 可以满足的 所以 宋卿城 彻底完了 当第二次结束的时候 宋卿城趴在床上 连手指都不想动一下 人家三年多 没有做过这种 剧烈的运动了 纪正廷居然还让他 做两次 绝对是挑战 床头的电话 乍然响起 宋卿城听出来是自己的电话 他动了动身子 只觉得 现在 才是真正的哪哪都疼 散架了的那种 他将手机拿过来 看了一眼 是纪正廷 家里的坐机 应该是孩子打来的 该死 他现在根本还没有缓过气来 整个人喘得不行 现在接起电话的话 肯定会被孩子发现出不对劲的 多年 幸福 听你说的 是 不是 可